投掌今年好多神預言 神操作 像是說台股得了不會跌的病 就真的一路漲到萬七 漲到萬七的時候說台股會回檔 就真的跌了 還有說第四季最低點就是15975 果仁最低點就一路上漲到現在 而且跟你講說下半年最後這幾天 會一直漲 而且告訴你會輸在最高 這一切一切預告到前面 沒錯 那操作就更神了 我們的標股維新再創5個多月新高 還有很多的代表作 像是艾普、威盛 哇都漲一倍了 那接下來2024年要怎麼操作咧 真的2023年威盛、艾普 好多股票都漲一倍以上 2024年我會告訴你 2024年代表制降回坡債 我告訴你從股市債市 從行情面的風險還有利潤在哪裡 你聽了以後會發現 非常有道理 我再回顧一下 到底多準 準到那你覺得你不得不追蹤我 還有新的標股是什麼 今天所有的標股通常在榮耀華爾街 我告訴你 2024年一整年的行情 大家好 歡迎收看 观看荣耀华尔街 我是主持人Coco 今天是12月29号 台股上涨20点 收在17930点 美国上周初领失业金人数爆21.8万人 高于预期的21万人 显示就业市场持续降温 美股周四焦头清淡 走势温和 道琼再创历史新高 台股今天也跟着创下2022年3月以来新高 冲上了17945点 不过在廉价前出现获利了结的卖压 让2023年最后一个交易日未能收复万八 不过今年上涨3700点 明年是否继续涨呢 后续盘事解析我们只要给经济日报 选拟冠军记录保持着 同时也是全台湾LINE粉丝人数最多 一张讲座常常爆满 最受欢迎的分析师 郭泽荣投资长 投资长好 Coco 各位投资长大家好 新的一年了 朋友今年你赚多少 有没有满意 跟着我投资朋友 如果你年初就相信我到现在 从头到尾喔 我相信你应该赚不少 赚不少 从头相信我到尾 你应该赚不少 这则我的公开操作跟别人不一样喔 绝对没有人像我们这样子磨满不起来的喔 一事前预告事前秀最账单 不是事后才秀账号 是事前秀账号券三账号 我们总共赚了1700多万 是 因为最近看BDD很多人在秀今年的成绩单嘛 对啊 你今年赚多少 没关系台旧浦 2024年 我要告诉大家 诶 2024年台股的趋势 降 回 坡 债 是什么意思 跟大家讲喔 今天节目 超精彩 回顾过去 展望未来 未来怎么赚钱 比较重要 对的 好来你说 那今年呢 投掌都划线给大盘走 那可以说呢 划线给大盘走最会的就是您了 这是我了 是的 事实预告在前面 你去说 那今年封关呢 就搜在本年度的最高点 完全符合年初所说的 2023年代表字 卡 那今天呢 一样你会告诉我们 2024年的代表字吗 哪里 对 这一年呢 真的非常的精彩 我要来讲了 预告台股得了 不会跌的病 台股就一直涨 然后涨到大家呢 快要相信 快要到万七了 结果投掌却说台股要回档了 结果真的跌了 跌到了15975点 今年所有的转折我都抓到了 然后说这个点位呢 就是第四季的最低点了 就第四季的最低点 然后后来就一直涨 就一直涨 我有鸡皮疙瘩了 就一直涨了 然后得了不会跌的病 讲第二次 对 那说这个最低点 就算了 还说呢 在这个低点的时候加码债券 ETF 从原本赔150万 到现在净赚591万 台股真的一路涨到了今天 重点是昨天而已喔 昨天还说 今天会栽涨 昨天还告诉你今天会栽涨啊 对 你去哪边找到这样子敢预告的分析师 你看到每个人每天都在讲赚钱 为什么只有我最敢预测大盘行 嗯 这是不是天分加努力 是 你看到哪个老师会凌晨跟你写完章 没有 而且我不是偶尔 也不是常常 是不是 所以这几天放假你不用担心 有大事情 我一定发文章给你 因为泽泽是不甘寂寞的人 你好好去放假 我的会员朋友们你好好去休息 好去放假 我来帮你赚钱 好不好 OK啊 所以你要加我Telegram 因为我大部分 百分之百文章在Telegram 嗯 百分之百文章在LINE 好不好 70%文章在LINE 百分之百文章在Telegram 好不好 记得一定要加 好 另外呢 还有预告说AI股会涨一整年嘛 所以我们的 标股言不由衷 维新再创 四个多页新高 人保也是创下12年多新高 反正还有很多的标股我讲不完了 想问头长 2024年 随便讲啊 随便讲啊 随便讲我们随便赚嘛 随便赚 随便赚 台股 2024年要怎么看勒 2024年怎么看 其实很多东西 我是预告在前面的 预告前面 你待会看你就觉得 起雞皮疙瘩 是 起雞皮疙瘩 为什么都起雞皮疙瘩 我们先来看这些东西 你慢慢看喔 今天回顾过去就好 你就知道为什么 哲哲是全台湾最红的分析师 来看一下 这我们先来看一下4月19号 这边有重播来 因为助理要告诉我 播4月19号 来来 这边放大 这4月19号嘛 那时候这一段 你看我助理都写得很清楚 有 我告诉你说台股会一直涨 你不客气对不对 4月19号 这点一点点进去 来 为什么要点4月19号 我们先看一下 现在换了4月19号在这边 这边 当突破我说什么 突破16000的时候就对 会一直涨就对 对 我说当突破16000的时候就一涨就对 就要休息一阵就对 那你都可以买点喔 是不是 后来是不是 是不是这边 后来4月19号过来 是不是突破 台股市一直涨 对 会一直涨喔 我说突破16000的时候 会一直涨喔 有没有 有 这跟大家讲 你注意看一下喔 过了一个月后马上天天涨 很恐怖是 是不是一涨你告诉我 是不是一涨 一直涨 是不是一涨 涨不停 而且我说突破16000的时候 我一涨喔 那时候才15000多而已喔 是不是突破16000的时候你看 是会一直涨 对 一天两天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 八天九天十天十一天大概20天里面 大概涨了15天没夸张吗 没夸张 那你看那时候我在 4月份的时候就预告说5月份 接下来 只要突破16000一直涨喔 你不相信对不对 你来看一下喔 你看一下喔 来 这4月19号 你记不记得那时候还有SVB 银行 我知道 而且那时候我还假日加班 你看还有一个老师那样变态 假日还会来加班 然后还录影 还凌晨写文章 你有没有听到 你看那时候点阅的人 就做什么少 把他9000多 难耶 那是字幕版的啦 我字幕版比较多啦 所以你看我现在点阅的人 越来越高 可是我都不会造假 好不好 你看我点进去以后都可以加我Line喔 所以你点标题 就有没有 点这边标题就可以加我Line 你懂吗 点标题 就可以有没有Line 有没有看到 就可以点了 有没有看到 有有Line 怎么加怎么加 叫你怎么加 点标题加郭中Line 这边都有Line Line Telegram 不是重点 所以你每天都可以这样加我Line 拉远一点点 4月19号 台股到了两万六吗 那个时候所有人都不认为到万六 你看清楚喔 是不是那时候大家觉得不会 那个时候就是足足了 足足整理了三个月 我们花个大概五分钟的时间 那你知道我跟别人不同 这讲一件事 你看到所有分析师他每天跟你讲赚钱 可是不会像我这样大盘跟你讲 攒上去就告诉你 会 好 怎么攒 天天攒 然后会不会突破万六 会 会 好 然后会了 涨万六 然后再万七 然后今年收最高卡字 你看喔 那时候4月19号怎么预告 4、5月份的行情 没错吧 那时候群星整理整个月对不对 好 来喔 那等到5月的时候整个突破一直涨 你不相信喔 我们来看一下 真的看这个一整年你就知道 真的 哲哲你臭壁是正常的 来 赶快我们花点时间臭壁一下 开玩笑 可是我希望你学到我的逻辑 因为那时候赏户不相信 你看喔 点阅率低的时候 你看 明明我那么准 那时候9000多点 虽然跟一般分析师比算 还是很好啦 超级好啦 来 台湾股市 你那时候还没有上吗 还没有上嘛对不对 还没有上1万6 3 2 1 台湾股市1万6 对我来说简单 为什么会讲1万6 因为等到1万6他突破的时候 他是会 真的在突破还是一发布的时候 他会一直上涨 他是有机会上涨很多股票涨 没有关系 你们跟他很夸张欸 夸张啦 4月19号的时候大家觉得 不为台湾股市盘整了 3个月 一堆老师跟你讲 就是盘整卫星下去 都是欧望怕 那是什么1万6 没有 所以我那时候告诉你 只要突破1万6怎么样 依法不可收拾 依法不可收拾 而且会怎么样 一直怎么样 涨 涨不夸张 涨不停 4月19号在这边 然后下去了你还以为不怎么样 你就算再怎么不济 你突破1万6的时候 相信我讲的话 是不是可以赚到后面1000点 可以 后面1500点 是不是 1300点 这是4月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 4月就算我说一直涨 然后说得了不会点的病对不对 对 我敲太大力了 电脑被我打坏掉了 赶快回来了 好 这是这个 第2次更夸张 这边告诉你15975是见低点 对 10月31号这边 然后涨上去的时候给你确定 10月31号就第四季最低点 有啊 有没有 有 有对不对 如果你不认识我 那个 Coco你会不会起鸡皮疙瘩 我会 好那这边你看一下 10月31号这边隔天告诉你 台股会 接下来第四季见低点 也是下半年低点 来喔 这个我们都没有办法 都没有办法那个 没办法造假 没办法造假 而且我那时候还怎么样 10月份 还预告 预告什么 11月份是 疯狂的11月 因为是我的生日 有没有看到 有 本月大跌352点 疯狂11月将来临 有没有看到 这个标题你就可以查 10月31号 准吧 然后我在那一天买美债ETF 买在历史最低点 看一下 这个对站单 全台湾只有我敢绣对站单 而且绣账号 其他人绣对站单都是截图的 都是遮住的 都是事后的 赚了钱才给你绣 赔了钱直秀的部分 赚钱大肆吹 大肆吹捧 只有我 先告诉你我赔钱 第一笔故意让你赔 第一笔我故意赔 让你赚 跟着我赚 让你买的比我低 结果呢 后来我逆转胜 10月31号没错吧 没错 10月23号 10月1号买 做错 11月1号 跟证 刚才已经两次了 今天台肯股不是有两波 45度角攻击吗 对啊 天天涨我两波都告诉你 得了规定的病 来喔 来 这是4月19号嘛 第2个 11月2号 然后 基本上低点已经到了 对不对 有 你看喔 是不是10月1号 是 那时候 15975 刚喷出第一根而已 没错吧 没错啊 你看这边喔 11月2号的节目喔 等一下喔 等一下喔 刚喷出去我知道低点过了 嗯 老师没有 这个做期货选择权证 我股价早就翻几倍了 赚翻了 我如果 跟你讲说我用杠杆 我5000万早就赚好几亿 我没跟你开玩笑啦 有人说 谁赚的比你多比你多 用杠杆的比我多很正常 用杠杆我也可以比他多啊 只有我用现金来告诉你 谁是告诉你 是实在是天分差别 谁能像我美债赚的比我多 嗯 美债跟投等债 跟金融债是不一样的 我要告诉你 那风险完全不同 一个是零风险 你不能说利率很高然后怎么样 我就是不要风险嘛 我不是要让你赚钱 那你对起我的良心让你赚钱 你看我那时候蛮美债 在这边告诉你 我问你一件事啦 两次就算了啦 第一次就算了 第二次告诉你这边 把他涂掉 如果我在这边告诉你 台湾股市见最低点的 这边 嗯 你会相信吗 不相信啊 这边你会相信吗 那我calling 那我calling啊 然后见最低点的话 天天涨 还是天天涨 没关系对不对 见最低点的 来看一下 诶 我是汇 然后呢 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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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你怎么涨啊 去哪里啊 就是爸爸去哪儿 怎么去哪里是不是 是 来看一下 11月号没错吧 废的凌晨说这句话 已经决定台湖生死了 看一下 才大涨而已 大涨个两三百点 就跟你讲 这边就最低点了 而且我再买在这边 我再去买在这边 买在前一天 3 2 1 15975 非常有机会 就怎么样 就今年最低点 哦 是今年吗 不是 下半年最低点 第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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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第四季 所以从到尾来是回到我这16,200 哇 也是我技术分析讲的 站在16,200 再多多嘛 你看 是不是 是不是最低点 是啊 我刚才跟你讲哦 他是第四季 是下半年最低点 有看到 有 刚好上去的时候 第四季最低点了 然后接下来一直涨 一直涨 两次 再看一次哦 今年 没有分析师 比我还 这样屌的 我用这样字眼实在太臭屁了 可是是事实 在这边告诉你最低点 告诉你台股得了 不会跌的病 两次45度角 有没有 有 第二次在这边 而且第二次还提早 一个月跟你讲 只要突破万六 就一发不可收拾 两次 两次都是 两次 都告诉你 对 告诉你突破怎么办 突破万六怎么办 突破这边怎么办 好 你必然去 再看 这边不是万七吗 在涨万六的过程中 是不是要到万七 对 万七在哪边 万七 万七在这边 11月几号 11月15号对不对 嗯 没错吧 这一天 嗯 为什么11月15号很重要 10月15号才突破万七嘛对不对 因为11月15号公布CPI 你看一下 你会起鸡皮疙瘩 11月15号公布CPI 11月15号公布CPI 我说上上一万七千点 有没有 10月13号我做这张字卡 礼拜三 11月15号公布CPI以后 应该是11月14号公布CPI 因为这礼拜二嘛 嗯 没错吧 没错 公布CPI过后 然后那时候我说就在这个区间整理 有没有 有 所以有3.3 是不是重上一万七 是 是不是重上一万七 重上就是有上 挑战就还没有 嗯 我说我自言都告诉你 刚好公布CPI才占上一万七 11月14号晚上公布后 11月15号刚好占上一万七 天哪 when how where 什么时间到什么点位 你看我节目你觉得 怎么可能有这样分析师 可是我告诉你我拜托你我影片没在删的 你回去看我所有的节目 拜托你 你知道我跟别人不一样 夸不夸张 夸张 好 你到这边还是不相信的喔 那没关系 还有个CPI 回去看 不用不相信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今天的标题是520 520 我爱你们你们爱我 来 你们先看去看那些520 你看这些 我预告有没有都是对的 我刚才如果造假 我直接下了一局攻 我刚才讲那些话造假 这要真正实战派 他们觉得你跟我自己人吗 我们看网友怎么洗盘 你们来说 怎么不是怎么洗这个画面 好 你们说我们讲着就遇到 每一次喔 那每一次的涨都告诉你 挑战万七的告诉你 甚至于连今天我做台股好一涨 昨天也跟你讲的 没错吧 没错 赶快来520 520 加520 我爱你们喔 今天要做什么 做一份那个 什么 着力 发财力 发财力 来来要洗盘了 来看一下 来520 他们知道我们威力 等下画面还没 麻烦很快 520 我爱你们呢 520 洗 最后一天 洗画面给你们看 折粉站出来 有喔每个都知道喔 520喔 我们没有骗你喔 这些都是奇迹的见证者喔 同样的钱你就是要花在 花在刀口上 花在值得的人上面 洗画面 这些人都预告 都知道 扯 如果你不能说我觉得 今天你一定觉得国者在胡扯 那这些人在干嘛 我去哪边找到那么多砖角啦 是不是 而且我影片你自己回去看嘛 对 是不是我账号你也可以去看啦 你知道你觉得多少人 你看那些总统候选人啦 那些土地他们 他们说我放好久我不知道 我没有缴碎我不知道 我们要攻击谁 我的意思是说 人多都会事情忙 可是所有人都可以帮他查出来 可以 那我照那些假 我假那么臭屁 我照那些 我如果照那些假 早就被你们查出来了 嗯 没有 这些都是铁粉 每个人都可以见证 他都知道我 下什么账号 实在的账号 因为我秀出来你们都可以查 嗯 看到 夸不夸张 夸张啊 你们今天这样的话 那今天我们多送你好了 哎呦 永悦 多送10份好了 30份好了 30份喔 好不好 好不好 就开心啦 开心 就开心 所以你记录日看到 在留言 留言 这边是聊天室 不是这边聊天室我不愁 是聊 留言区 因为这样抽不完 画面这样我要往上转 对 好不好 投出生涯年 你们知道 报回赛阳 哎 没错 好不好 对啊 投出生涯年 最近那个兄弟像换平野会衣了 当教练了 恰恰就回去了 恰恰回去 好像是回去二军是不是 健康因素嘛 来继续 I don't know 你都知道 我没在看 我什么都看 我比大谷我都看了 我什么都看 你会发现 善之天文下之地 真的是我 好不好 什么总统大选也是 我不要再讲了 反正我的预告已经预告到前面了 因为我怕讲一讲 你就觉得我好像支持谁 UN1 啦 蓝绿白 我都有认识的 你不要这样子啊 我没有特别支持谁 好不好 来 外资买超 120亿 喔 我今天外资会买超啊 很来不及预告了 算了啦 昨天有没有预告说我一直买超80 80亿 100亿以上 对 很多人 请问2024年哪个族群最标 我先给你讲四大堆东西 慢慢看 先跟你讲 降回 债 降回颇债 好不好 欸 这是会员权益不能讲的太仔细 好不好 这可以有一个趋势 字幕版留言字幕版都可以 对 都可以 今天的影片 都可以 好不好 反正今天多抽10份 好 都抽30份 520PTT 今年称赞 本来就很多人称赞我 去年我做多被人家笑 有什么好笑的 去年你一路做多 一路攤贫 到这样你反正赚最多 有什么好错的 我讲的股票都是好的基优股啊 是不是 准到太离谱了 没有看到 真的准到太离谱了 重点是要涨的时候告诉你天天涨 是 涨而且 告诉你涨 接下来是天天涨喔 天涨 我告诉你我真的想办演讲 我现在办演讲 我认为至少3000人 不可以夸张 因为之前2000多人 你知道什么人办演讲吗 全公司散散下架 拜托我不要办演讲 他说他们想休息 今年涨太多了 他们 开玩笑啦 但我们 我们那个 真的叫我不要 不要办演讲啦 因为真的太忙了啦 而且我在办演讲 说老实话啦 如果很爱钱我当然会办演 早就办演讲了 可是我觉得 我不要全公司散散下 好像 都是只为责责服务啊 我反而比较想要流量分享给大家 我希望每个分析师 都赚到钱啦 好不好 所以责责不能自私 所以我爱你们 我真的很想办演讲 我怕累 可是 我们公司很多人 那个很辛苦 算了 不是每个人像我体力这么好 好不好 是 可可连终大饭送 简生请吗 一起拍 我跟你一起拍 我要发财力 520 来 泽泽太帅了 太帅了 谢谢你 来 GG 明年的 讲清楚吗 什么泽大GG 什么泽 泽 大GG 谢谢你 讲清楚 讲清楚啦 泽泽大人 GG 台积电 明年到688 演讲是大GG 大GG太扯了啦 3000人就够了啦 2020年泽泽 这么多人 好啦 谢谢你们 所以 刚才讲那些预告你们证明了 有证明 你看喔 这16000点的时候突破天天涨喔 天天涨 一突破16000的时候天天涨喔 然后第二 这是 刚才是上半年吗 现在是下半年 告诉你这边涨啊 然后 医务长喔 告诉你这地点的这边喔 对 然后战身17000刚好那一天喔 刚好那一天公布CPI 是 这就算了喔 然后我最后一次公布CPI 我是说 怎么样 一定要臭屁一下过去 因为我开始 臭屁过去以后你才会听我怎么展望未来 知道吗 知道呀 我过去不准你觉得我未来怎么会准 来 11月CPI我是说2.8到3.1 是 我那 这个我就没有百分之百 对我本人觉得有机会2.9 或3 结果3.1 可是我说不会2.8到3.1 我说怎么样 挑战18000 来今天点数多少 今天是 有没有挑战18000 有挑战 就挑战18000 挑战喔 我不是说直接上喔 没有上 我之前说冲上喔 可是我后来有改变想法 我说我认为原本上会上18000 我有讲的 因为我那不是凌晨4点有发文章吗 昨天有秀给你看了吗 对 在好像是月初的时候 14号的时候讲的 因为太鸽派了 已经讨论降息了 所以喷出去 所以我会上18000 我说我会上17000 很恐怖喔 而且我还告诉你喔 关键字喔 我真的起雞皮疙瘩 2023年股市代表字 卡 上跟下嘛 上半年 上则下 下则上 就是2023年喔 不是明年喔 上半年上则下 有没有到 上去就下来 区间整理嘛 下则上整个卡住 下半年 喷出 全年 先下后上 有没有上 有 有没有说在最高点 对 漂亮吗 漂亮啊 从准到尾 准啊 你看别人表演 不会像我这么精彩的啦 懂不懂 懂 你知道为什么 我告诉你喔 你知道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 我没有很债务赚钱吗 我没有享受跟你们臭屁的感觉 我赚 就算我赚几亿又怎么样 你们又不知道 那不如我跟你讲 我做臭屁 你们就觉得 你们也开心 我也开心啊 我就要债务我赚个一亿啦 你们没赚到钱 我也觉得没什么好臭屁啦 可是就是因为我跟你一起赚钱 我才开心啊 你懂那种感觉吗 知道了 所以我早就知道我很深 当分医师 懂吗 真的夸不夸张 全部对喔 全部对喔 好昨天还是预告喔 监市长 美股昨天是不是还跌 对 来来看一下喔 看一下喔 看一下你会珍惜鸡皮革 昨天 没错吗 12月28号 对 昨天嘛 今天29号 今天就是台股修市了嘛 修盘 封盘 国立的封关 我说明天会涨喔 是昨天涨喔 没错 28号就看一次 28号嘛 对 今天29号嘛 来 3 2 1 讨论区也可以啦 好不好 讨论区讲别的讲别的 明天封关会不会3万8 明天封关会不会3万8 不重要 明天上冷几率很高 我只要告诉你 看到 上冷几率很高 有 有没有 有 再看一次 再看一次 不重要 我其实告诉你就是 不要会散嘛 可是不会散 有年前会散 好不好 这样子散 来喔 你也可以啦 好不好 讨论区讲别的讲别的 我都会回答你 明天封关会不会3万8 明天封关会不会3万8不重要 明天封关会不会3万8不重要 明天上冷几率很高 我只要告诉你 好 我漂亮吗 有啊 明天上冷几率很高 明天上冷几率很高 你居然没找到准的分析师 你告诉我 去年你错过 错过泽泽一整年两的 一整年 220个交易日 你错过224 224你可以赚钱机会 今年错过了 明年也要错过吗 不行 绝对不行 因为明年有4个字 4个字 很重要 降 回 坡 债 画面鬼喔 太快了 太慢了 下一阶段我告诉你 降回坡债什么意思 2024年大趋势 好 在中产休息之后你想清楚 你错过多少次赚钱日子 你2024年要不要跟我赚钱 要跟我赚钱 欢迎来一天跳起 08066 8085 0800来你来帮你帮我 大盘那么准 等一下接下来我告诉你 介绍更多标股 或者加我来私信我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告诉你2024年 四大趋势 降回坡债 是什么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明年用4个字就告诉我们趋势 但是这4个字 我们要怎么样来解读呢 有请投资长 好 来看一下 现在剩几分了 好 我刚才臭屁自己 我刚才同播的时候都准不准 准啊 太扯了 我自己都准到很 自己都觉得准得很夸张 就基本上基本零失误啦 这种零失误就算了 不是说我涨或赚点数 那不是这样子 是怎么涨 最后一天会再涨 然后最后一天 然后全年先下后上 然后 开怎么样 不是虎头蛇尾 是涨到最高点 然后哪一天涨 然后突破16000的时候 会一直涨一直涨 然后15975 我告诉你 接下来一直涨一直涨 然后我每在一天 我每在历史最低点 然后赚1700万 好不好 这都有新闻 今天 爸爸不是要卷罪站单吗 来公众商时报报导 你上网去搜寻郭总 搜寻郭总 加零零五零就可以看到了 或郭总基本上就看到我新闻 因为我是最红的 如果你不认识郭总 你绝对是古之菜鸟 我跟你说真的 好不好 搜寻郭总 怎么有分析是这么多则新闻啊 好不好 赚1000万没错吧 1000多万嘛 1151万 没错 我还捐钱捐200 200万给慈激家福 还有些 一定会啊 然后那些植物人的 还有就是说那个动物的 好不好 1151万 然后捐200万 这次每在ETF 我赚1000万的话 我会捐200万喔 好不好 你看喔 花00687B 网友酸买太早啦 我被人家笑啦怎么办 敢笑我的 你现在PTT笑有个言论的吗 扯扯哪一次只要砸成钱 我要shout hand all in 你懂吗 本来就是 本来就是的呀 对啊 本来就是股市 在股市中生存的男人 不是表演的啦 来 Lion跟你这样讲 所以你看喔 这个都可以秀出来嘛 对不对 没有错吧 你看我所有的对站单 今年也有啊 你看算几日可以算是去年的时候买啦 今年卖掉 521 29号卖掉没有 对的 你看 0050 自买0050 买卖0050 自买美债 其他都没有 没有 而且 我不是私后才秀账号 私后秀账号训掉了 真的训掉了 为什么训掉 我居然这样讲 还是不会有人这样做啦 相信我 你觉得为什么别人不敢这样做 承受不了压力 这个压力很大 真的 因为我很喜欢压力 我比较变态 真的啦 我很喜欢享受这种感觉 而且我有自信 我会自称 我会不是赢家 好来 591 万 赚了没有 赚了 1151 万加591 万嘛 1700 多万嘛 所以这700 多万今年对战单 可是我希望 这是我 我希望是我跟你去赚 那今年对战单也很多嘛 为什么很多 来看一下 你看嘛 年初的时候晚品赚40% 168 被人家笑啦 你看一下晚品最后几块 249 最高还得到374 我还少200块 可 I don't care I does car 为什么 因为后面赚更多啊 赚更多 来 省准赚60% 漂亮啊 漂亮啊 2月的简讯 5月 M31 赚30% 是今年简讯 稍微提一下一些赚比较多的 稍微提一下 还没有把全部说出来 得为 赚60% 扯不扯 扯 6月全新赚25% 那特勾会员的 有特别写特勾会员 我只有两组简讯会员 如果是简讯的话 只有两组 没有三组 还有一个是 AI 抢钱特勾队 现在就比较少人参加了 三组 可是 AI 抢钱特勾队 后来其实有些股票 我会比较慢慢趋向于特勾会员 因为有一阵子 他们 AI 抢钱特勾队 AI 股票比较弱 我不可能不买 这扯源啦 主要就是这两组啦 好不好 OK 来 这都不会造假 因为我刚才看到520那么多人 就知道你觉得一个里面 有可能一位都不是我会员吗 不可能啦 所以我能造假吗 不能 不可能啦 嗯 没办法 我讲错个话都会有人叮我 7 月 4 号资源赚 50% 有没有看到 现在资源还在赚钱吗 还在赚 我刚才好像说现金增值 280 是不是 我刚才有听到一个新闻 助理回我一下 现金增值有新闻 所以每天好像要看我做新闻 现金增值的价格出来了 来 来 35% WASEM 第一次赚 35% 是 第二次赚 56% 是 关WASEM 就可以 200 万到 400 万 2000 万赚到 4000 万 或者你的 500 万赚到 1000 万 AI 博也是一样 有没有看到 还在续报 赚 55% AI 博要喷出去 好 姐姐你好讨厌喔 我知道这些股票 我想知道降回波债是什么 对啊 来 AI 博再插一根就喷出去了 插一根 当然有时候插一根有人会玩你 比如说万润 可是万润我不觉得被玩啦 因为万润我不是昨天追啊 你懂吗 对 我不是昨天追啊 过年记得一件事 元月效应 已经很多次 台积电都从年底的时候涨到一月了 年底的时候涨到一月了 所以一月的时候台积电是非常机会怎么样 上 600元 我已经吃预告了喔 一月的时候 来今天是12月29号 昨天预告 今天会涨真的涨了 真的涨了 现在第二个预告 画面给我 昨天预告 12月29号 封关日 昨天预告今天会涨 还真的涨了 美股跌还真的涨了 今天在预告 一月份很大的几率 台积电上600元 台湾股市3万8 夸张喔 好不好 这跟大家讲600元以上喔 好不好 一切一切预告前面 不要再说重播 这太夸张了 真的很夸张喔 没关系 今天有点多奇迹了 慢慢跟你讲这些预告 来 爱普 爱普以上万论一样 所以看到很多绩效表 看到很多绩效表要来 不要一直臭屁了 我要做预告啦 我不喜欢一直臭屁 讲过去是很逊 讲过去是最逊的啦 遇到什么 我只是这次太准了 稍微讲一下过去是 我要预告 最喜欢预告 对 就像那次 我很多人去问我要 谁不要讲政治 那时候 其实我讲政治 我发现好像三感情就不讲啦 你回去自己看那个预测啦 好不好 我跟你讲 我不要再讲了 因为我觉得有些人会怕 因为这样不喜欢我 我很难过 你到时候就知道我预测怎么准了 我不再讲了 你自己有兴趣自己看啦 好不好 因为我们要得罪谁 而且名不宜官都 我也不想得罪谁 好不好 我觉得都有 都有机会 好不好 这都有机会 我那个预告已经预告出来了 不重要 反正我就喜欢预告 我的重点是我喜欢预告 2020年台股大趋势 降回坡债 第1个怎么样 降 降息 降通婆 明年就是降息的一年 就降到末年一年 好 降了 然后回了 外资回流 你看今天外资会逆转生啦 逆转了 总算已经年迈三年总算买啦 是不是 你看嘛 今天外资再买100多亿 被我吃豆腐 是不是求老师买盘 是啊 是拜托 泽泽你不要再讲了 你不要叮我了 拜托我在求老里面跟你求老啊 泽泽你真胃梗啦 那时候一堆人在笑我 求老师买盘 有没有 有 泽泽拜托你不要叮我 外资 拜托我在求老里面 求老你 我要买 我要买 让我买 吃外资豆腐 今天古月航在讲 哇没想到 中美贸易战 还有什么 还有那个 中国经济的衰退 还有 还有 什么 战争的风险 台湾股市在逆转生 本来就没有像你讲的风险那么大 好不好 只要堆 17对案就可以了好不好 这是我跟大家讲说一切一切 我预告在前面 一切一切我预告在前面 那刚才有新闻出来 那个现真出来了 那个资源 怎样 那个280 价格正常啦 通常都大概打个8折啦 8折左右 280 除以3 没错刚好8折 等于7 8折 来 这习惯所以这个没有什么特别正常 不惊讶的数字 好啦还没讲 降回波债 回外资还会回流喔 可仅限于上半年喔 仅限于上半年 下半年不是不会 你要先听清楚 来 至少前两个月份还会再回流 波 股市波动大 没有错 我问你喔 你上到1800了 你就1800马上上20000吧 不可能吧 我讲话老实 我讲我就期待 但是亲的是怕 怕啊 你这个月高楼 你跌的时候就越大 所以波动一定大 明年波动大 你就要降息的就一定会涨吗 今年已经涨多少 3000几 3000几 3700的 3700 你看 我刚才不小心讲 3200 3700 历史最大涨幅啊 历史最大涨点啊 扯不扯 3700啊 股市波动大 涨那么多了 就算回档1000点很正常 你受不受了 你要找个分析 在趁回档的时候买进 那回档1000点还是1500点 2000点是一个最低点 只有我说了算 我刚才讲那么多嘛 所以你要来找我 股市波动一定大 可是再次一定虚热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要降息啊 来 只要降息再次就虚热 还有一种 再次有一热 你知道什么热吗 嗯 崩盘的时候再次有一热 我不是要下你 几率不高 可是 我不会说他是你 听懂吗 听懂吗 我会给他10%的几率 10%你很紧张 那刚才从现在开始 你都不要过马路 过马路每天都有 至少1%要出车祸的几率啦 是不是 是啊 怎么办 不用紧张 这很多人吐槽我 至少一定的几率会出车祸 那都不要 都不要过马路好了 就不要出门好了 所以再次虚热 我觉得明年有10%的 我觉得会 崩 不高 可是你要为了10%的风险 你不做吗 不会啊 才10而已 我问你一件事啊 那你可以另外一种啊 你就买债券啊 因为如果崩盘的话 在市你可能赚80% 拜托 你等于 你把钱 就是那种 现金换成赚80% 而且完全没风险 而且也不用付保险金 你去买保险 人家 你还付那些保险费用 是不是 然后人家给你抽很多佣 是不是 那没办法 人家保险物要赚钱 可是你看啊 你去买 如果你真的觉得 股市要崩盘 你去买在市 不好意思 你每个月还可以赚 每年赚4% 够不够 所以我 在市虚热 虚热有两种 降息也有可能 甚至于 如果明年风险 如果通膨 死灰富燃 上去 那波动就大 那股市就会跌 这是唯一的隐忧 我要告诉你隐忧是什么 这很实在 可是这都是所有的 我不会告诉你 这只有优点或什么东西 像卡也是这样 先上 先下后上啊 最后不是很开心 你怕什么 只要我告诉你 所以降回波债 今天一定要学起来 这不是重点 我一定要告诉你 所有风险 为什么 富贵险东求 可是就是因为我知道 风险在哪里 最低点我一定可以帮你买 我如果告诉你没有风险 拜托你 那你这种老师 你不要参加 我就是实在哲哲 可是我告诉你 那风险并不高 可是我一定要提醒你 OK吗 所以 波动大因为点数大 在市虚热 在市虚热 不认降息 在市一定热 如果是崩盘 在市我告诉你 QE的话 告诉你 你涨40% 50% 60% 70% 天哪 你反而以为只是放定存而已 如果是定存 放5000万可以变1 所以在市是一定虚热的 好 普世是波动大 外资回流 仅限于上半年 仅限于三个月 我不代表他不会回流 有可能买一整年 我刚才讲的风险 大概是 无论我10% 你还记得 所以你要 你要因为这10%的风险 老都不要干吗 每天坦平吗 不行 偷蒙吃掉你的钱吗 不要 你知道现在一堆医生在参加 我会员啦 他跟我讲说以前一个月啦 就可以买一栋房子啦 现在看能不能三年啦 可以买得起头几款 偷笑啦 有很多族科的 族科的工程师来啦 那些建筑那些什么 建商啊 真的很狠啦 以前一瓶二几万啦 现在一瓶喊六十几万啦 我年轻从100多万变300万什么用 什么用 40几岁的工程师也不好跳槽了 有时候不能买做股票 比较实在 自己赚 自己赚比较实在 啊现在几分呢 所以今天开始讲一些股票了 来 看一下今天很嗨喔 很嗨吗很嗨 嗨啊 最后理财力喔 发财力啊 发财力喔 嗯 发财力喔 看到 最后一份喔 最后一多多算喔 不要不要再送喔 因为最近很多人要 多的部分我就 再给一些人 看怎么样给 再说 好 就跟大家讲 应该原算不够了啦 很厚 很厚耶 很厚喔 一份大概快两百块 欸我讲成本 我还不敢运价了 还不敢什么东西 如果要卖的话 要卖 三四百 真的要啦 真的要卖三四百以上的 免费送 运费我们也处理 这跟大家讲 所以最后看一下 看你要怎样分析师 来 看看今天重播 不是重播 今天看粉丝们有什么问题 资安股 下礼拜继续穿红色帐袍 我可以确定是礼拜一我不会穿 因为礼拜一半价 所以你们要加我赖 好 写真言利 哎呀 你们不要开玩笑 之前主播你们一直怂恿他 之前主播两个都怂恿他 除了你们都没在看人家了 你们是 赚钱比较实在啦 不要一直把妹啦 男人 有钱 相信我 就不叫我找对象 好不好 红色的西装是不是要很臭 哎 你来说我西装有几套 两套 你讲清楚好不好 粉红色的有两套 对 我总共有西装有几套 好多套耶 真的有多套 我在公司就有两个 两个衣柜 还塞爆 还塞爆 我的西装套件 至少40套 至少40套 我一套boss的 一踢我这个boss你就必须 我在那边试穿 不够亮 不够亮 不够亮了 对 真的啊 BTS对不对 对没错 我就这么坚持完美 因为节目上看起来就不好看 看起来没质感 实际上有质感 可是有的衣服是 实际上看起来有质感 电商没有质感 我就丢掉了 一套四五万块 还outlay买的啦 对啊 我就丢掉了就送人家了 就没有用了啊 我平常有很多套西装 不需要啊 很好看 很好看 谈情技巧要喷喔 谈情技巧我告诉你排在什么 右前翻 我会跟大家讲右 右边右边说说不是钱 没有钱 右右边 答案在右边 右边 要喷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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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赶快给你修赶快看一次 重点是没关系啊 这谈情技巧不是重点 那我们再看一下大家 粉丝们要什么 想讲的 要千万跑车才有机会 所以说起coco 你不了解coco coco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现实啦 是啊 不用千万啦 冰湿就可以了 好不好 开玩笑的 没有啦 coco其实很乖啊 我很乖啊 很乖 他没像你讲那么爱钱 来跟大家讲 来 这就豪气 豪气 谢谢大家 A部仔版明年会喷喔 明年会喷喔 休息一年了喔 我问你 我问你一件事 鸿基又怎么喷 AIPC 还一件事 休息多久 喔好久喔 我们那时候说一字嘛 一字型的 有 就休息多久 整年都在休息 休息这么久 我问你A部仔版 A部仔版有涨吗 没有涨 有涨吗 今年更没涨 还涨一下就下去了 A部仔版明年善胆机率 我可以告他百分之八十 真的百分之九十 只要不崩盘前提之下 A部仔版明年涨到你算 数钱数到很开心 看今天是 我都告诉你20年很多预测喔 我可以花三十分钟之前跟你讲 你看啊 我爱不赚50% 是不是 不用 你们多问题 只要我开心我都回答 威胜我可以赚一倍了 是不是 德惟赚60% 还有 连发科赚58% 对 是不是 是不是很厉害 很厉害啊 特抗位缘 因为这普通位缘怎么买啊 来美利赚20% 美利卖掉以后怎么样 跌啊 是不是 是的 威胜卖掉以后呢 也跌啦 也开心啦 所以降回波再跟你讲 好 来喔 今天又跌 卖这边啦 是不是厉害 对 威胜也是卖掉以后怎么样 也是跌啊 也是跌啊 做个投啊 是不是 小阿姨做完股票以后 怎么样 休息了啦 这都预告在前面啦 言不由衷 今天怎么样 连涨6天了 有没有看到 有 好开心啊 好会涨啊 因为它是AI概念股 本益比相对于红积 相对于技嘉 太低了 真的 这个股票OK 6187万论 今天有公共的简讯 创新高 拉回不要担心 拉回还想买 为什么 因为1月份会涨什么 涨台什么 台积电 台积电喔 我跟妳讲这些东西喔 好不好 好 有没有跟大家 小继带演讲喔 我现在演讲至少一定3000人啦 我有信心啦 你看粉丝都那么多人 今天 今天行情2000多人 正常 礼拜五都休息 可是你要按站 你没有按站 到时候我跟妳讲喔 不然你抽月曆喔 不抽了 好不好 水资源这太多问题大灾问了 好不好 你all in 要等待多久 你这个问法很没礼貌 只是会员的权益 好不好 而且我已经讲过 我出掉会怎样 我告诉大家 是不是 你刚才问我说 明天台湾股市 几点几分怎么涨好了 我已经讲得很仔细的 不要再问 没礼貌 好不好 OK吗 我讲这种 这种 你就 这种问题 问得太过分 太详细的 你应该参加我会员 免费的跟缴钱的 一定有差别 你要记得这件事情 好不好 做人要知道做人道理 好不好 好 OK 好啦 真的 我没有 我问强迫你要参加会员 没有 可是你不能是免费的粉丝 你要要求那么多 好不好 OK 这个 想问中华 中华还是有机会喷 好不好 这跟大家讲 好啦 这个要结束了 要结束了 好不好 中华有机会喷 盘整后再喷 结论什么 来 恭喜 盐不由中 维新 再涨 再涨 最多人赚14% 年涨6天的 2377维新 盐不由中 我有盐不由中吗 没有 我讲话没有盐不由中 可是我盐不由中这张股票 是 所以1000千 预告前面 2024年降回波债 我会帮你避开 所有的风险 帮你 掌握出每一次的 获利的机会 怎样 想要参加我行列 欢迎来一天下行 0806 8085 或者加我LINE 私信我 这一段休息期间 我会在Telegram频道 70%文章在LINE 所以如果你想要 想什么 想要知道 预知任何股市大事 至少一定要加我LINE 也预知各位 2020年 我们再赚一大笔 谢谢各位 回顾过去 展望未来 明年也要跟我们一起 大赚钱吗 电话赶快拨打 0800 66 8085 0800 66 8085 荣耀华尔街 祝大家新年快乐 拜拜 观众朋友注意 最近诈骗盛行 我只有三个官官站好 除此外都不是 LINE 小组 S178 Telegram官方频道 小组 A178 178 Telegram私人帐号 小组 S178 178 注意哦 我没有什么前面是 Z的帐号 或者后面是A的帐号 这些通通假冒 最后这三个帐号 谢谢 如果觉得我们影片很有趣的 觉得有深度的 还蛮准确的 欢迎按赞我们的影片 订阅我们的影片 按小铃铛 记得按全部接收 还要加我们的LINE 以及加我们的Telegram 我们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湾 最大的一个财经频道 谢谢各位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